还记得谢霆锋、范冰冰一起主演的电视剧《小鱼儿与花无缺》里面的江玉燕吗?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,一副柔弱无骨,处处可怜的模样,让人忍不住地想要保护她,后来才发现她才是最大的幕后boss,让人恨得牙痒痒。 她和范冰冰饰演情敌,未得到谢霆锋饰演的花无缺,竟不择手段的坏事做尽,特别是范冰冰已经和谢霆锋饰演的花无缺在一起了,她就利用自己的权势拆散他们。 最后阴谋被拆穿,让人看得只想抽她两巴掌。 杨雪曾被誉为四小天后的影视演员,是不折不扣的80后的奋斗女青年,而且在她的硬撑下,就连美貌如范冰冰都没有多少存在感了。 不过就是这样一位美貌演技都不熟范冰冰的实力派女演员,却在事业正当红的时候选择了嫁人,嫁给了一个年龄比她大很多的美术设计师。 他的老公赵海并不是世俗眼光中的高富帅,说难听点呢,就是丑了点。 当初还是他主动出击倒追人家,网友开始愤愤不平了,这么美的人嫁给这么丑的人,简直是鲜花插在牛粪上啊。 当时杨雪跟赵海是在人间正道时沧桑剧组里认的,杨雪感觉他对她有意思,就约她出来说你感觉我怎样,赵海回忆挺好的。 杨雪直接了当地说,那咱俩在一起吧。 当时弄得赵海在那傻乐,感觉天一散花不费垂灰之力就可以捧到美丽的花。 直到杨雪拍完活佛寄光之后,发现自己怀孕了,才正式退出演艺圈。 现在她是一位全职太太,家庭幸福美满,偶尔也会在微博上晒出自己和女儿的照片。